捷運站內被擠得水洩不通 這是過去台灣跨年的人潮 隨著年底到來 會有造勢、耶誕節和跨年等活動舉行 都是人潮擁擠的場合 在台灣也可能發生踩踏意外嗎 我們現在的舉辦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屬於比較廣場型的 它是比較開放的 那周邊也有比較多的一些通道 相對於離泰院這種 應該是蠻小的啦 各政黨互選人所到之處 也會湧入大批民眾 但有學者分析離泰院事件 偏向群眾要表達特定情緒或訴求 因此在狭小區域內 容易因為恐慌 造成動亂 但選舉奏勢大多是集體行為 即使現場有上萬人 也是在空曠場域 動線出入口都有明確規劃 為了防止意外也會進行掌控 容流人數的管理其實蠻重要的 哪一條件的人數已經超過了 現在數位結構都很方便 其實就要開始管制 或甚至在現場也做一些活動的警告標誌 民眾也要自行留意 活動人數有沒有超過2.5萬 如果不幸身在踩踏現場 就要先互助胸口 跌倒也得趕快站起來 更有專家提出六指標 可以事先知道自己參與的活動安不安全 看地點是辦在室內還是室外 目的也會影響參與者情緒 通常規模越大密度越高 持續時間越長資源就越少 氣候也會影響群眾 想不想繼續待在現場 以及參與者有沒有涉及 酒精或藥物的使用 太多大型活動在酒精 會使人群完全失控 隨著年底到來參加大型活動 民眾務必多多留意自身安全 未知的標準 會議 分別 會議 會議